像有一種長得很像稻子的草 它是這邊是沒有毛的 所以要拔起來才知道 對 萬歲 可是這個不就是郵局的公車嗎 這有什麼特別 其實它是一部行動郵局 郵局還有行動的 拉到哪裡 這裡 郵域 我25歲離開法國以後 就盡量的 我想把我自己 整個的自己 特別是台灣 我是一個音樂工作者 我是佩叔 我喜歡音樂 喜歡旅行 喜歡探訪各地 隨著音樂 我深入台灣各個角落 感受不平凡的在地人文 更看見了 這片土地的樂視與美聲 是 雅二 沙洛 一 山 一 花蓮縣的玉里鎮 是一個沒有工業污染的城鎮 因此保有宜人的自然風景 和新鮮空氣 每年吸引無數的觀光客 來這裡遊玩 開發盛少的玉里鎮 有著新舊病程的景觀 讓許多背包客趨之若霧 今天我約了幾位年輕的好朋友 在一間老房子裡 請他們來帶我認識一下 從小長大的玉里 這間位於玉里鎮上 日治時期保留下來的老房子 原本是一位公職人員的房舍 光沸一段時間之後 改建為咖啡屋 除了古色古香的擺設外 這裡還提供背包客打工換宿的機會 而且會不定期的舉辦小型的演唱會 而且會不定期的舉辦小型的演唱會 外頭空間還有你背著我 卻你那樣單純的笑容 只有自在飛翔的雲頭 只有自在飛翔的雲頭 卻你那樣簡單的快樂 在飛翔的雲頭 像個孩子 調皮又調皮 有沒有計時 這間位啊 或許的衣服 小偉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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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 男生 男生 裡面開這樣的店啊 我蠻喜歡老東西的 我覺得老東西有它自己的意涵 它的故事 它的歷史 它的過去 那老東西又老得好 就是看我們怎麼如何運用和延伸 那我就藉由這老房子 把我一些想法 把它具體化的做實現 由此來做一個發揮 讓更多人可以知道 其實老東西可以保存 然後我們自己東西 年輕人自己的創造 我們可以有更多的 不同的表現可以出來 那你對玉璃做了這麼多事情 你對你的家鄉一定很認識 還OK 那我這次來找你一定沒錯 那跟你打個商量 這一次我也想要打工換宿 如果你可以的話當然歡迎 好 嘉明是玉璃在地人 曾經在玉璃國中特教班教書 在陳朱夏這間老房子後 除了經營咖啡店之外 也常常募集物資 送到偏遠的學校 提供給小朋友學習使用 不像一般年輕人往大都市求發展 嘉明選擇留在家鄉 將所學貢獻出來 他還與當地農家合作 幫忙農家做農產品的行銷與包裝 放好行李之後 我坐在老房子的窗台 感受微風輕浮 不知道這次玉璃的打工換宿 會遇上哪些美好的事物呢 在美好在你之前 還會在我上之前 沒有勇於相片的大腿 受我靠出來的水淡球 小偉 聽嘉明說你是歌手啊 是啊 那你是玉璃在地人嗎 我是從小在玉璃出生長大的 但是我一直到了 到當兵的時候我就待在台北生活 然後就在台北發展 對 又開始接觸了音樂 然後那目前我是三天半在台北 就是當搖滾歌手 那三天半回來玉璃呢 陪我老爸做蛋糕 就是做個蛋糕的小學徒 可是這樣坐火車不是很辛苦嗎 來回時間很多耶 一開始會覺得蠻累的啦 可是一陣子過後 我發現其實在坐火車的過程當中 可以寫到很多很好的創作 所以像你剛才唱的那首歌 就是在火車上寫的嗎 對 這首歌的歌名叫做 在美好來臨之前 他其實就是在寫一個 一個有夢想的人 是指你嗎 對啦 就是蠻喜歡唱歌的 那就是一個有夢想的人 要追求他自己的理想的 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在美好來臨之前的過程當中 都是會比較有點苦澀的感覺 等待單程的列車 乘重背包黑甲隔 踏上漫長的旅程 尚未完成的故事 站在月台的旅人 前往下一座行程 遍刻的每一抓眼 忽然出現 忽然出現 有的時候只有自己才能瞭解 穿越階道 穿越隧道越過河 花生美麗的過客 熟悉過生的過程 Abend 劉佈過世 讓我照顧 showed你 在美好来临之前 你懂的画面 不做这块门座纪念 对你那荒唐的岁月 说拜拜 对了 你是用左手拨弦欸 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对啊 你看这个位置就好 嘉明 咖啡如何 很好喝啊 可以多喝几口一下 真的很香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夏田帮忙 夏田 对 我来打工的 是啊 可是夏田要做什么 今天要带你们去我朋友的田里面 去补秧苗 补秧苗 对 好 我之前在迟早已经补过秧了 所以没问题 等我换一下衣服 我们就出发好不好 OK 那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 问嘉明 希望一起走啊 好 火伟是嘉明的国中学长 虽说也是从小在狱里长大 但身性活泼好动 喜欢在西角的地方创作 不停地寻找灵感 这一次 听说要夏田 跑得比谁都快 我可以很骄傲地说 这一次参加打工换宿的人 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下过田 只是 但是如果说要比体力的话 我就比不过他们了 嗨 你们都不等我 我真的很棒耶 对啊 比较没有体力嘛 让我们在里面这边 好 走这边哦 好 小心不要承担人家菜 小伟咧 小伟哦 他第一次下田 他已经下去了 他太兴奋了 对啊 对 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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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的都从来没有来自 我们也要下去你工作了 他这个比较小 只要踩到那个 然后踩到他以后就把它扶正 要踩到他以后就把它扶正 你刚才那边还有压子啊 这个不是 真的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少样的就是可以 但是那边都 踩到还OK 是不是我脚踩的地方要比 你看嘛 我觉得这边都还满密的 把道具踩坏了 有啊 火山米耶 知道为什么要夏田吗 为什么 要雨中换食物就可以 这个交换 所以那我们今天夏田 之后可以换什么 放一些米回去啊 对对 这边都是 所以我们晚上就有米可以吃的 对对对 这次我们帮忙打工的农家 是小林 他跟嘉明一样 也是从都市回乡的年轻人 他与父亲两人 总共耕作十几甲的农田 嘉明说 别看小林那么年轻 他可是从日本 学了许多自然农法 这些无毒又有机的稻米 拔起来才知道 对对对 不是啊 好像我们坐久了看了就知道啦 不是说一定要拔起来 所以我们刚拔来拔去 这样把它组合在一起的 可能 可能不太对 哈哈哈哈 想让美观来说 对你也知道美观 对 好玩吗 还不错 第一次 第一田的艺术 你也是第一次下田喔 对啊 哈哈哈哈 我们的第一次就现在这里了 那我赢了 我不是第一次下田 哈哈哈哈 这是从高雄过来这边送水 哈哈哈哈 从小看田看到大 看了20年 我也是耶 哈哈哈哈 结果觉得还没有下辜 没有下辜 我家前面就是田 想你的时候总是因为悬 要不要吃农药 每次都在不同的场景 你唱这什么歌啊 我自己的创作 歌名是什么 叫 甜蜜的滋味 因为我觉得 今天的感觉 在甜蜜的工作 所以你第一次下田的感情是什么 第一次下田的感觉啊 对啊 我觉得 我觉得我的脚起来的时候 可能会 起身的时候应该 皮肤会还得好 哈哈哈哈 别人从小 想你的时候总是因为这旋律 每一次都在不同的场景 静静地坐在嚷嚷的人群里 越是孤独 越是特别地想你 拥抱你 拥抱你暖暖的冬 在这奢温暖的温暖的咖啡 角地转牙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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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这甜蜜的滋味 每一次都在不同的场景 每一次都在不同的场景 喝一杯温暖的咖啡 喬地 轉雅轉彩這甜蜜的滋味 喬地 轉雅轉彩這甜蜜的滋味 喬地 轉雅轉彩這甜蜜的滋味 來 家民真是你們今天的公知 Yeah 感謝小林 對 就是我們今天的晚餐喔 對 有人做喔 這次農家打工體驗 有米 有菜 還有新朋友 雖然說我們的工作能力實在有限 沒有造成麻煩 已經是千幸萬幸了 不過家民說 其實這種打工換宿 一方面是體驗 另一方面也是種農業行銷 除了農家體驗 家民也常到部落的小學去做課後輔導 今天晚上 我和小偉還要準備 送到明天要去部落小學的禮物呢 我現在在小偉家的烘焙室 我是個小助手 要來做蛋糕 為什麼要跑到這麼遠的浴裡來做蛋糕呢 來問問小偉就知道囉 小偉 我來了囉 嘿 為什麼我們要做蛋糕啊 因為家民她平常都會去發放鞋子 跟二手衣物刀 一些部落給小孩子們 我幫助小朋友 對 那我的專長就是做蛋糕 那也順便借這個機會看看 我們能不能夠看到小朋友他們唱歌 因為聽說他們唱歌非常好聽 是喔 好啊 那你來教我怎麼做 好 首先呢 現在我們現在就是 先把香蕉對著去剝開 身父繼承家族事業的重擔 卻又懷抱搖滾歌手夢的小偉 幾度掙扎 最後還是回到家鄉 跟著父親學做蛋糕 這次一聽說要探訪部落小學 便熱心的建議提供蛋糕當禮物 好 現在就可以拿過去了 已經熟了 然後呢 丟過來之後呢 在這個上面敲一下 OK 好 然後一個一個這樣子 所以它這個速度一定要非常快 就這樣 將將 我們蛋糕做好囉 明天我們就要拿去捉風國小 或許我們就可以聽到 布農族小朋友美妙的歌聲 對 Yes Medical 麥、佛呀 LU、HAI、LU、HAI、LU、HAY LU、HAY LU、HAI、LU、WAY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绿色草皮 山丘 大树的超级迷你小学 学校虽然迷你 但小朋友都非常活泼可爱 尤其爱唱歌 还常常受邀在电视广告中演出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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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自己做的 拍手拍手 掌声的部分 对 那我们就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就自己用手拿可以吗 对 可以吗 看着小朋友快乐地吃着蛋糕 做蛋糕时的辛苦就不算什么了 这座没有跑道的小学 小朋友在绿意盎然的环境下成长 孕育出自然 孕育出自然轻力的嗓音 就连歌曲也都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呢 老师 你本身是母语传承老师吗 对 母语的 是母语 然后想说 因为我也是 想说我们不农组就是以唱歌为主 所以我们的生活都是以歌唱 比如说 刚刚第一首歌 歌词的内容 那个男人已经背猎物回来了 很大声表示说 那个猎物是 哇 很让他骄傲的 那女生听到 就在家里的那个女人听到 就说 我的先生 猎到猎物会 我的家人猎到猎物了 他们很开心 他们也喊了 然后他们会背着那个小米酒 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啊 什么小米啊 什么就是去办 办事要去迎接他们 所以老师在歌词里面 都已经把布农族的那种 这意境都放在里面了 些西班远 Lizet 在持续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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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EM現在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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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卓峰國小 我這才發現 很多小朋友會做的事情 我都不會 他們現在正為達爾祭裡的 競賽項目做準備 全球累了 妳們要練這個劇目頭 很累啊 為什麼 達爾祭 達爾祭是什麼 達爾祭就是我們不能組的 我可以留一半給小偉祭嗎 達爾祭 達爾祭 小偉留一半給你祭 來 一隻腳給你踩 你說這樣子吧 很累啊 這隻腳 對 歪掉了啊 妳切歪了 這樣 這樣是刷牙 刷牙 對啊 有沒有那個牙膏 它沒有力 它沒有往下壓 這樣啦喔 往下壓 這樣對不對 快要了 加油 快要了 你可以上一下左右 上下左右 好囉 她的是 戴回家 好囉 就戴回家 謝謝你們帶我來耶 讓我聽到這麼美好的歌聲 對啊 是作為一個分享啊 讓你們知道 和聽到我是這個 對自然而然的聲音 好好 欸 小偉你覺得呢 應該很少有聽這樣子的聲音吧 其實坦白講 我一直都是待在鎮上 很少有機會到部落這個地方 然後也是有因為有一次機會 是嘉明他帶我去做一次的那個義工 義工的關係 我才接觸到這個部分 嗯 結果這次我是真的第一次聽到這樣 這些孩子這樣唱歌 我真的覺得是非常的感動 嗯 可是這樣讓我很羨慕你們啊 因為你們如果要聽這樣的天籃 只要一段路就可以到了 其實像這邊要古風國小嘛 嗯 它這邊學生的人數越來越少了 然後隨時都會有飛校的可能 嗯 對 然後其實我們像今天啊 我們帶一些蛋糕來做一個 就是奉獻給他們 其實是很簡單的一個回饋啦 那其實我希望 我們可以做更多的方式 就是讓這好的東西可以保存下去 很難過聽見這麼美麗的小學 竟然要面對可能撤校的困境 著風國小跟台灣許多偏鄉的小學一樣 面臨人口外移 不論裡能招收的學生 越來越少的問題 但是在全體師生人數 還不及都市小學的一個班級的情況下 卻能屢次在各種競賽上 打敗其他學校 拿下好成績 由衷的希望 那指行政命令 永遠不會到來 別讓那美麗的聲音 在這如仙境般的校園裡 成為絕向 而當我正陶醉於著風國小的美 與小朋友們輕量的歌聲時 家明卻催促著我 去找一位玉里天主堂的神父 桑花開很多朵喔 對 你不是要帶我去天主教堂 找神父嗎 我們走這麼遠耶 天主教堂在裡面嗎 沒有 我們今天要找的是一個法國級的神父 劉一峰神父 他是很特別的一個神父 他除了說他平常會在步道之外 他還會做一些很有益的活動 比如說他還有一個安德教養中心 他照顧了許多身心障礙的學生 還有做一些日拖照顧的服務 那除此之外 他還教一些學生有一些特殊的技能 然後因學生程度不同 而做不同的規劃和分配 然後像一些智能障礙的學生 他們會帶他們過來做一些資源回收 然後去賺取他們一些生活開銷的費用 法國級神父 那他會說中文嗎 我要怎麼跟他講 會啊 他還會講阿美族話跟台語 他都會 是喔 他很酷 真的喔 在前面就死了 天主堂資源回收場 嗯 好 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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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觉得我们也不愿意参与 来自法国的柳一峰神父 为台湾奉献47年 除了神父的职务以外 他也身兼安德旗帜中心负责人 当初为了解决旗帜中心的经费问题 从一捆十元的旧报纸 开始资源回收 进而延伸出一间专卖二手书籍 衣物的小店 在天主堂资源回收场 起资中心进进出出的刘神父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所有的孩子 都能靠自己赚钱 有家可归 有人照顾 神父你有资源回收二手书店 然后又有教会的事情要做 还有起资中心 还有木工厂 你要做这么多事情 不是我做了 我是在旁边跟他们一起做 可是这样不会辛苦吗 这么多 会的 最重要是让他们在一个很轻松的气氛 来做他们的工作 让他们凝聚在一起团结 那你自己的时间怎么分配啊 要看到先重要的事情先做 别人就继续做其他的事情 那神父你待在狱里这么久了 其实这些教友啊 或是中心的人 其实对你来说 就是应该也感情很深吧 实际上我也觉得 我的家 真正的家庭是在这边的 我25岁离开法国以后 我就尽量的 我想把我自己整个的自己留在台湾 以前不是在狱里 我在狱里只有27年 我以前在别的地方 那也很久啦 对 很久 很久也是很快就过了 所以在这个应该是说狱里镇 应该很多人都认识你吧 不知道 走到了你都要一直打招呼 有没有 没有 我认为我是这边的人 因为我很少看镜子 所以我的鼻子看不到 你已经长得跟我们一样了啦 不知道 一个人该怎么定义自己的人生呢 1966年 刘神父从法国南部的马赛 坐船来到台湾 还记得父母舍不得他离开 泪开的泪水 但是父母知道 他是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纵使有万般的不舍 还是默默的支持他 刘神父将大爱奉献给台湾 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平凡中的伟大 不就是如此吗 我要睡觉了 大家晚安 过来 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points 哇塞 沒關係 我要扛一下 好 好 來 扛一下 好 好累喔 我從來沒有想過 走短短的50公尺 怎麼會這麼的累 這裡是玉里的邪天宮 相傳是光绪初年 台灣正總兵吳光亮將軍屯兵之地 當時玉里漢人很少 水土不服的士兵們相繼並倒 吳將軍將隨身的官聖帝軍香火 拿出來供奉 直到光绪七年才正式改廟 而這特殊的台教儀式 卻是在半世紀前的一位台灣人想出來的 我在十三歲或者十五歲那個時候 在那邊附近有一個俗稱男人 人家叫日本人 一次羅先生 他早年 早期 他去日本遊學後都是什麼協議種種 把那個日本那個 把他帶回來台藝禮 自營燦作一個神教 我們在一般台灣全省裡面 都是廟宇 就是練教 就是小小那個 小小小小小小小那個 就是直的那種 台前後的那種教職 有兩個有四個 大台大得就是有八個 羅先生把它想起來 用人數再加倍一點 用十六個人來台的話 不是更省力嗎 但是省力要有力氣 要出發 把這個精神帶出來 把這個團隊的精神顯現出來 表現我們玉璃邪天宮的綜藝精神 他也特別說這個制服 一定要有日本的制服 然後要穿頭巾 立腰帶 擺褲子 擺襪子 擺鞋子 這幅有濃濃日本風味的台教儀式 一傳就是半世紀 在玉璃邪天宮 不只可以看到這樣特殊的儀式 廟裡的正廟之寶 便是從光緒七年留下 全花蓮最老的一塊匾額 後山寶藏 現在大家稱花東為台灣後山 據傳跟這塊匾額也有關係喔 聽邪天宮的大哥們說 我可是第一位參加 武聖會台教的女生喔 可是我的肩膀現在都腫起來了 好痛喔 這種經驗真的是很特別 小偉說等一下要帶我去看 全台灣只有玉璃才有的特殊景象 不過他要先去郵局辦點事 等一下我就請他帶我去看看 到底是什麼樣特殊的景象 欸你不是說要到郵局辦事嗎 怎麼在這裡自拍 你看不出來嗎 看不出來什麼 沒有其實它是全 算是全台灣只有唯一的一部的車子 是長這樣的 這一個車子啊 可是這個不就是郵局的公車嗎 這有什麼特別 其實它是一部行動郵局喔 郵局還有行動的喔 因為它呢 像玉璃鎮啊 這個地方有很多幾個偏僻的小部落 然後還有小鄉村 在那幾個地方 它沒有所謂的油務的服務 那所以呢這台車呢 它就會到這些定點去做油務的服務 喔所以就是服務那邊的居民是嗎 對 喔 那我們可以隨著它一起去看看嗎 好啊走啊 玉璃的行動郵局已經有25年的歷史囉 每天的行程都要開上84公里 辦理11個站的業務 在台灣有很多偏遠地區 甚至只有油桶而已呢 玉璃的行動郵局 不僅提升東部郵政業務的品質 更成為玉璃特有的文化資產 行動郵局路線 大致是行駛在沿著海岸山脈西側的193縣道 從德武到安通溫泉 在隨著行動郵局採訪的期間 我發覺這行動郵局 除了讓偏鄉的民眾 能免於奔波之苦外 這部行動郵局專車 就像是玉璃地區的大明星般 有不少粉絲開著車追著行動郵局跑呢 大致耶 我剛才看到你是這樣衝著跑進來的 你來辦什麼業務啊 我是來 因為我老公以前住在春日 然後我們是知道有一個行動郵局這個 然後我剛剛上完查科 他跟我講時間可能差不多了 然後叫我去 本來是叫我去五谷廟那邊看一下 行動郵局的車在不在 結果我車子一開出去 就剛好看到郵局的車 所以我就追過來了 然後他說叫我來辦存錢的 然後看可不可以當著紀念這樣子 所以我看一下你的優錯喔 優錯在這邊 所以你平常是有在收集就對了 對 就是319的鄉鎮 有到哪裡的時候 我有時候會去蓋章這樣子 收集到這個應該很開心喔 對啊…他很開心 因為他小時候住這邊 這邊長大所以他很開心 對 好 謝謝 我現在買了這個 行動郵局的明信片 有沒有看到 玉里汽車行動郵局 我要買明信片寄回家 對 老人家在這裡 大哥你是來繳什麼啊 繳稅金啊 所有財產局的租稅 所以只要在郵局可以繳交的錢 都可以從行動郵局車就辦了耶 都可以啊 那你是住附近嗎 對啊 那所以這樣來很方便啊 你只要走一下就到了喔 對… 那如果你有行動郵局車的話 你辦要繳這些錢 你要去哪裡辦啊 有時候要跑到農會 要不然就要跑到 玉里汶湖去交啊 就變成要開車去 就比較遠對不對 對 很遠 很麻煩 別看這只有兩人服務的小小行動郵局 它還是包含了定點郵局的大部分業務 從廚惠郵物 甚至是國際快遞都有呢 村裡的人們 除了引頸期盼郵車的到來 也會像老朋友一樣 與工作人員寒暄 甚至準備飲料點心送給他們 許多人 更將來到玉里遊玩的美好記憶 從行動郵局寄給自己喔 他們有時候會拿的飲料請我們喝 那就覺得很溫馨 你們寄給誰 寄給… 小朋友 一個小朋友 我寄給一個小姐 好… 那你後面寫什麼 人生第一次寫給自己的明星片這一張 那我想說這一趟的節目錄影 讓我更深刻的認識自己的故鄉 就是人生短短 活在當下 我寫的呢 就是今天在這邊拍攝行動郵局啊 因為這是全台唯一的 就是特有的 你帶我來看的 所以覺得很有意義 所以讓我對玉里呢 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真的 好 喝杯咖啡坐在角落 看看擁擠的路口 看看擁擠的路口 人來人往在都市裡走 往下一個地方遊 Woo 走向喧鬧的大街 一張張陌生的臉 漸漸漸 漸漸消失在你我之間 只留下了孤獨的眉 隨著你 隨著你 隨著我 隨著黑夜和白昼 隨著風飄向那氣息的角落 隨著你 隨著我 隨著街上的霓虹 隨著風飄向那位置的角落 隨著風飄向那位置的角落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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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你看看這個地方 這邊就是菲律賓的板塊 跟歐亞板塊交界的地方 喔 那現在 這原本是一個鐵道 嗯 那現在它因為 這個板塊 因為這個 這個板塊交界的位置呢 它 騎幅很大 所以呢 於是我們就 改道 喔 所以這邊原本很舊的鐵路 那邊比較高耶 對 所以我們就改成 把它改成 腳踏車步道 离开喧闹的大街 家乡的风景很想念 缤纷的夜晚是如此的美 掩藏不住对你的思念 随着你 随着我 随着黑夜和白头 随着风飘向那栖息的角落 随着你 随着我 随着街上的霓虹 随着风飘向那栖息的角落 随着你 随着我 随着一座座高楼 随着风飘向那栖息的角落 1 2 3 Go 1 2 3 Go 1 2 3 Go 1 3 Go 1 2 3 Go 1 3 Go 我觉得坐在这里好舒服 而且很悠闲 很放松的感觉 那我们这两天去过这么多地方 你觉得玉宇好玩吗 好玩啊 像是我觉得 斜天宫的午盛会很特别 另外还有行动邮局啊 全台唯一的耶 另外还有神父啊 那些大朋友 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们刚才沿途骑脚踏车时候 那风景也真的非常优美 我觉得玉宇真的很棒 有山又有稻田 然后空气又非常新鲜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多地方 像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那我也因为音乐的关系呢 我到过很多地方去表演 也甚至出国住过五金集的饭店 那最后回到玉宇这个老家的时候呢 我还是觉得这边最舒服 他说话的样子像是经历很多 到那目的总是享受着沉默 当他离开的时候 挥起了衣袖 总不带走 恨恨一面眼彩 冷漠的太阳照着我 寂寞的公车随着风 走在那街角一路上 总是有很多的想法 就像是未来的地方 就像是刚发生的情况 而现在看看自己 依然坐在老地方 依然坐在孤独的老地方 依然坐在讨人厌的老地方 不知不觉留到了老地方 依然还是最爱情绪的老地方 依然最爱情绪的老地方 依然算合了全的老地方 依然是最爱情绪的老地方 依然是最爱情绪的老apa 原来就是最爱情绪的老一路上